就是这个姑娘 她母亲是当地一家 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父亲是大学教授 受过良好教育 但有小姐脾气 这个男人是谁 她是罗安娜母亲的助理 何少爷也是大学同学 罗安娜和少爷 就是她介绍认识的 监听的情况怎么样了 没什么特别的情况 而且少爷跟那个姑娘 话得比较少 所以 谁派的 你别管是谁派的 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你爱上的就是这个女人 是她 这个男人呢 她是我大学同学 她是通过你认识这个女人的 不是 我是通过她认识安娜的 她们只是普通朋友 也看她们像普通朋友 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想了解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有这么大的魅力 让我的儿子 这么痴狂地爱着她 所以金律师亲自去了中国 我恰巧排下了这一幕 爸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小军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欺骗了那个女孩 她都会很伤心 女人在脆弱的时候 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这很正常 既然她已经另有所爱 你也就不要再为难自己 忘了她吧 不要再恢复 我 送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这大箱好贵啊 贤贵啊 那我请你吧 哎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没有啊 不可能 我跟你讲 我第六感特别准 你肯定是有什么好事 那好事啊 就是你看那儿和好了呗 是啊 所以说我要请你吃饭啊 看不上是吧 看不上那行 你说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我都请 你能有什么呀 一穷二白的 你能给我什么呀 我可以以身相许啊 我可以以身相许啊 喂 喂 赵平凡 开玩笑的 吓着你了 没有啊 刚刚磕了一下 你说 你说什么来着 没说什么 行 那你早晚休息吧 咱们明儿见 哎 明年见 你是真傻呢 还是装傻呢 我发现啊 你还挺喜欢在这儿发呆的 你走了以后 也没人陪我说话 没人陪我开心 我就只能一个人在这儿发发呆呗 赵平凡呢 他不能跟你说话吗 能比吗 其实 你到这儿来发呆 不仅仅是因为我吧 什么意思啊 林志军啊 对不对 我记得 我走之前有一天晚上 你好像一个人在这儿喝打了 是不是 算了 不想听这个人了 行 不提就不提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事情 你越想忘记 就越忘不掉 就比如说我啊 我从这儿搬走的时候 就跟自己说 要忘掉你 忘掉这儿 一切都重新开始 但是我越不想记得 跟你的那些事情 就越是浮现在脑中 好的坏的 高兴的生气的 你别说 那些生气的事情 虽然 当时是挺细的 但是回想起来 反而觉得 还挺快乐的 你跟林志军的事情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现在回想起来 会不会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生气了 说好不提 我又提了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 有很多很美好的婚姻 很多很多 但是 我总是提醒自己 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都是假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 就像个小白鼠一样 看似是被照顾着 最后得到了什么呢 如果我只记得他对我的好的话 那我是不是也太傻了 我觉得这件事 也没你想的那么极端 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假的 既然 连我你都可以原谅 有什么不能原谅林志军的 哥呀 这不一样 虽然你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我能理解你 你生活压力很大 你得靠自己打拼 而且现在你又从杂志社出来了 你这不都是在为我考虑吗 那林志军可能也有什么原因呢 他也许是因为他妈呢 对 他为了他妈我也能理解 但你只要给当面告诉我吧 他不敢当面告诉你 他怕你生气啊 那就像我当初瞒着你 写小说一样 不也是怕你生气吗 这不一样哥呀 你跟我从小就认识 你了解我 我也了解你 这中间就算再发生什么问题 我知根知底 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再加上这一次的事 你不会再犯了吧 我当然不敢再犯了 我要是再敢骗你 就让雷把我劈死 所以说啊 这不一样 林志军 我一开始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人 但是到最后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的 现在就算他跟我承认了 坦白了 好我原谅他 我相信他 你能保证他不再犯了吗 那倒是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做这个保证 但是如果他又再一次回来了 然后特别真诚地 在你面前求你原谅他 你真的可以那么绝情地拒绝吗 有一句话就说得很好啊 痴疑欠掌一掷 好第一次我背骗 我运气不好 我第二次再背骗 我这儿有问题 你放心吧 这一次就算他跪在我面前 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他 你高兴就好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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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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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